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人瘾奎有乙玛 这一个提问者 他是说他身边的人几乎都升职加薪了 工作稳定 只有他工作快不保 而这一家公司口舌是非又很多 他又是那种会挨人骂的体质 很多人就看他不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同事又介绍对象 是个大胖子 他不想要 就到处说 我配不上他介绍给我的对象 简单的讲 各位 他就是在官运上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八字的一个状态 他的本命 天罡为润水两个生乙木 地支为生酉金克乙卯木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本身是没有关心的 而进入到了己亥大运 这时候他的八字 人水两个生乙木克己土 淫亥河变成生酉金 克卯木 在食伤的部分有所提升 但是我们会发现到 他的官运的部分 其实是受伤的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工作职场会有这么多的事事非非 然而这个八字他要变好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让他天干己土出现 第二个让他的地支土出现 没有事也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八字在地支出现土的时候 陈酉河 卯旭河 没办法作用 投土未土 他会克害水 变成了日主受克 所以地支的土 他是没有办法作用的 所以他就只能够回归到天干 回归到天干 来看如何让这个己土可以复活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可以复活的是什么 甲己河 是不是就不会被克了 过来丙火可不可以 是不是壬水生乙木 可是壬水会克丙火 所以还是一样会出现官允受伤 再来乙庚河 这样子乙木就不会克己土 还有没有 再来一个戊土 这个也可以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今年为甲成年会稍微的好过一点 接下来就剩下戊年 可是 可是各位你就要知道 那还要很久 所以好好把握一下今年比较安静的一个年 否则这个八字他就是因为没有官 出现了官 但是官却受伤 并不是人家讲的 没有补上了就会很好 补上了犯了灾难年龄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朋友是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